一起來關心臺灣的體操好手唐嘉宏 他是我國第一位取得巴黎奧運資格的體操選手 被不少人都稱為是奇蹟 主要就是因為他在去年的時候 左腳阿基里斯劍斷裂 才短短七個月就商譽復出 並且在體操的世界盃 四個戰包辦了三面的金牌 唐嘉宏他用以賽代訓的方式 擺脫了受傷陰霾 同時也希望可以在巴黎 站上頒獎台 加油聲此起彼落 所有人專心看著亞洲貓王唐嘉宏 他是我國體操單槓好手 今年七月就要征戰巴黎奧運 團隊特地為他模擬奧運的情境 他也親自示範起評分 十六點五分的整套動作 這個動作可以排上世界前三名 也是他想要在奧運使用的套路 不過在大家的熱情關注下 唐嘉宏小小出雀 說自己真的好緊張 剛剛有做一些 就稍微有一些失誤的動作 其實算是我最拿手的動作 就是貓跳五百四的動作 對 那其實這個動作會發生失誤 其實自己也是有一些需要 可以調整的地方 雖然在熟悉的貓跳動作失誤 但是唐嘉宏戰賽社 可以用奇蹟來形容 去年二月他經歷阿基里斯劍斷裂 直到商業付出只有短短的七個月 他隨即在體操世界盃的開羅站 科特布斯站還有杜哈站拿下三面金牌 手上拎著獎牌門 但是只有這一面世界巴黎挑戰賽 讓他感觸最深 這一場就是算是我的復出賽 對 那我也覺得很感動是 當下其實說 原來我真的當槓現在的實力是 是有機會去爭取國際 或者是更高殿堂的 前幾名的這樣的一個成績 我們也是跟嘉宏說 如果未來你是奧運金牌 那麼回過頭來看看 這個阿基里斯劍的斷裂 是不是能夠帶給台灣的國人們 一些不錯的故事 可以帶給大家一些未來的希望 從商事中走出來 這些獎牌都是他突破心魔的證明 唐嘉宏會繼續以賽代訓 希望帶著國人們 還有教練團的期待 站上巴黎奧運的頒獎台 保育新聞張榮甫 林淳沛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